在本视频中,我将揭示您可以使用的最佳于MACD指标搭配使用的策略,所以让我们直接进入视频。 移动平均线收敛发散指标,也被称为MACD,是交易者使用最简单和最受欢迎的指标之一。 本质上,它是一个趋势跟踪指标,显示了两条移动平均线之间的关系。 首先,我们将其应用到我们的图表上。 您需要进入指标部分,输入MACD并点击顶部的那个。 现在在开始之前,我们首先需要了解MACD的工作原理。 我们可以看到,MACD有四个组成部分。 首先,我们有这两条线,MACD线和信号线。 请注意这两条线的区别。 MACD线移动更快,对价格变化更敏感。 这将是MACD指标的主要焦点。 相较之下,信号线对价格变化反应较慢,因此看起来更加平滑。 接下来,我们有柱状图,代表了MACD线和信号线之间的差异。 例如,如果MACD线越过下方,柱状图会变红。 如果MACD线越过信号线上方,柱状图会变绿。 MACD线和信号线之间的差距也会影响柱状图的大小。 如您所见,如果两条线靠得越近,柱状图就会越小。 如果两条线相距越远,柱状图就会越大。 最后,我们有零线,它简单地表示了MACD指标的中心。 现在,交易者利用该指标识别动量的方式是通过观察MACD线和信号线的交叉。 让我给您举个例子。 如果它越过下方,则表明市场处于下降动量中。 如果MACD线越过信号线上方,这表明市场处于上升动量中。 交易者还可以利用柱状图的大小来确定动量本身的强度。 如果柱状图变得更小,则表明上升动量正在减弱。 同样,如果MACD越过信号线上方,同时柱状图变得更大,这表明上升动量正在增强。 现在,我们已经确定MACD基于移动平均线。 那么问题是,为什么你应该使用MACD而不是移动平均线? 让我给您一个快速比较。 这里我们有设置为默认值的MACD,指数移动平均线,AMA。 它们被设置为与MACD相同的值,即12和26。 请注意这两个指标之间的相关性。 每当我们在移动平均线上有一个交叉点时, 我们在MACD上也有一个交叉点。 但这是在MACD线和零线之间。 但请记住,我们在MACD中寻找的不是零线,而是MACD线和信号线之间的交叉点。 正如你所见,MACD上的交叉点比移动平均线上的交叉点给出了更早的入场信号。 这就是为什么我更喜欢它作为我的动量指标。 现在,让我们谈谈可以与MACD指标一起使用的不同策略。 首先,交易者常犯的一个错误是他们单独使用该指标。 让我向您展示为什么单独使用MACD不是一个好主意。 在这里,我们可以看到整体市场呈下降趋势。 然而,MACD却向上交叉。 请注意,信号是如何相互矛盾的。 MACD表示牛市动量。 但市场却是下降趋势。 这正是你不应该单独使用MACD的原因。 因为MACD向我们展示的只是短期动量。 而作为交易者,我们还需要考虑长期趋势,因为我们永远不想逆势而行。 所以,我推荐给初学者的一种简单但高胜率的策略,是将MACD与长期趋势指标结合起来使用。 比如100M。 这样,我们可以安全地进行MACD交易,同时确保我们保持在长期趋势的同一方向上。 以下是这种策略的具体操作方法。 第一步,你需要通过查看100M来识别长期趋势。 如果价格在100M之下,表明长期趋势是下跌的。 如果价格在100M之上,表明长期趋势是上涨的。 一旦你确定了趋势,下一步我们需要寻找MACD上的交叉点,显示与长期趋势相同的信号。 在这个特定的例子中,我们可以看到长期趋势是下跌的。 这意味着我们只在MACD向下交叉时接受信号。 这时,你可以选择做空。 对于你的退出策略,可以将止损位设在最近的高点,并将盈利目标设定为止损位的1.5倍。 正如你所见,这笔交易最终是盈利的。 让我们再看一个例子。 在这个图表中,我们可以看到价格在100M之上,表明长期趋势是上涨的。 接着,MACD向上交叉,这是我们做多的入场信号。 对于您的止损位,将其放置在最近的底点上方,并将盈利目标设定为1.5倍的止损位。 正如你所见,价格达到了我们的盈利目标,所以这是一笔成功的交易。 这是一个初学者可以使用的简单MACD策略。 对于高级交易者,如果你想通过MACD获得更多利润,你不能仅仅依赖初学者的交叉技术。 因为请记住,交叉通常只在趋势市场中有效。 如果市场处于这样的区间内,该指标会给你许多虚假信号。 因此,如果你想提高胜率,我建议使用更高级版本的策略,即将MACD与价格行为相结合。 以下是该策略的操作方法。 第一步,我们需要选择一个时间框架。 在这种情况下,我使用的是日时间框架。 接下来,你需要在这段时间框架内识别一个关键水平。 如您所见,价格下跌后反转向上,所以我们可以在下方画出一条支撑线。 下一步,你要等待价格再次接近同一个关键水平。 一旦发生这种情况,我们预计价格将向上反转。 然而,仅仅因为价格触及了一个关键水平,并不能保证一定会发生反转。 因为,关键水平并不是魔法价格,总是可能突破。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需要额外的确认来确保确实存在向上动量。 当价格触及这个区域时,就是MACD指标发挥作用的时候。 大多数交易者会实际等待MACD向上交叉,然后再做多。 但是,这样做的话,请注意,向上的运动已经完成,你将会迟到入场。 所以,我使用的一个秘密技巧是通过更小时间框架,就是四小时来获得更早的入场信号。 我现在在日线图表上,所以让我们缩小到四小时图表。 这是四小时图表,我们所需要做的,就是在新的较小时间框架上等待MACD向上交叉。 此时,你可以选择做多。 现在,让我们回到日线图表,比较两个入场信号。 现在我们回到了四小时时间框架,请注意。 如果你使用来自四小时时间框架的交叉信号,你将在这一点进入交易。 但如果你使用来自日线框架的交叉信号,你将在这一点进入。 尽管两笔交易最终督盈利了。 较小的时间框架交叉,仍然给了我们更早的入场信号。 让我们再看一次这个策略。 这里是比特币的日线时间框架,往左看。 我们可以看到价格下跌,然后反转向上,使其成为一个关键支撑水平。 现在,当价格再次回到这个水平时,我们要确认当价格触及这个区域时,确实存在向上动量。 所以,再次缩小至四个时间框架,并应用MACD指标。 现在,我们只需要使用MACD来确认看涨动量,等待它向上交叉。 一旦发生这种情况,你就做多。 现在,让我们回到日线时间框架,应用我们的退出策略。 对于止损位,你可以将其放置在关键水平,并将盈利目标设定为1.5倍的止损位。 正如你所见,这笔交易最终是盈利的。 我刚刚向你揭示了你现在可以立即使用的高胜率MACD策略。 而我所要求的回报,不过是您花两秒钟时间为视频点赞并订阅频道。 这实际上,只需要两次点击,但对我意义重大。 你还可以查看我的其他视频。 感谢大家观看,我们下次视频再见。